今天有聊四季底天野都個星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達魯P圖 對上孟加拉 這場比賽是紅牛杯的島嶼 這張地圖是帝國戰爭模式 一開始就是封建時代 而且這張地圖蠻特別的 一開始就有運輸船 所以可以讓自己的這個刺口 一開局就可以偷渡到對方家裡 做一些壞壞的事情 或者是直接前置兵營或是馬丘都可以 所以在這張圖 並不會很單純 只打海戰 前期的一個偵查跟偷插均勻的打法也是有的 我們之前的影片有講到 如果是這樣偷渡前置均勻的話 不成功變成人 通常下產都會很慘 但是這場是國際賽事 我想兩邊應該是不會做出這麼風險 這麼大的事情 所以應該還是會先打海戰為主 後期有機會再去打登陸戰會更好一點 那這兩邊選擇的文明都是新文明 達魯P2的話海戰比較特別 帝王時代有這個柔船可以出 柔船的話它的攻擊有點像是圍巾戰船一樣 可以射出大量的一個箭矢 我覺得攻速來說達魯P2可能慢了一點 但是它的遠防來說是很高的 遠防好像有11吧 非常高的遠防 所以在弓箭對射的情況下 達魯P2可能不會輸 這邊利用一個高低差的優勢 暴打塔炮的刺猴 這邊Jordan的刺猴 血量多了一點 這邊利用這個高低差 有點狠 好那這邊有偷 這算偷吃入嗎也不算了 但這邊要不要考慮插個魔防 應該是不會了 通常四隻出去吃 都會直接這樣帶回來吃 但我是覺得這邊入群這麼多的情況 可以考慮插個魔防在這個位置 直接吃好吃滿 或是再插這個位置 這邊入吃完之後 還可以再來這邊補個海濱魚群 也是不錯的 那這邊的話就要看一下兩邊要怎麼思考 那沒意外的話前期還是會狂出這個漁船 然後想辦法趕快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或者是這個封建 直接出這個船去燒對方的漁船 那如果是要燒對方的漁船的話 通常前面都會再蓋一個碼頭 前置漁港 像這樣子 前置漁港出這個火蒙頭 看起來塔套這邊是沒有 哇靠你還真的要來這邊前置軍營啊 哇這應該是赤猴 應該是會打馬舅 然後修道院 跟工程系製造所 那果然是這樣子 好 那目前 誒 出了一隻藏香兵還戳到了 那達魯皮圖 除此之外 這個漁夫跟漁船的攜帶量會增加15% 所以達魯皮圖前期的漁量應該是會蠻多的 如果有再出漁船的話 好 好 但是這邊其實 孟加拉 Gordon 早就已經抽出了 三隻小狗跟一隻刺猴 要來燒我這邊金礦 想要來逼 想要來逼這個 誒這個是誰 這個應該是孟加拉 對孟加拉 好孟加拉這邊 想要逼他插這個料望子 黃色是達魯皮圖 黃色達魯皮圖 肉量很多才是 當然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要先去補這個大魚 還是他大魚補完 然後自動去補小魚 看起來是這樣子 因為大魚補的速度比較快 達魯皮圖的鑽雜帶量又多 其實可以去考慮 去硬吃這個遠洋魚 會更好一點 有可能是因為自己 牽制小宮的關係 然後這邊又多蓋了魚港 所以沒有時間去操作 誒但是這邊看到馬舟了 那馬舟一號應該會馬上點一下騎士 那待會修道院跟這個DK 應該會立刻補下 好但是兩邊都還是比較穩昭溫大 先是打這個 毒號戰全升級 但是 達魯皮圖 這邊是有選擇 然後點這個奴兵的升級 想要讓這邊的小宮上升更高一點 好 但是 這邊補下BK 那這個奴兵可能就效果不太好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 也有點小賺道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想 對方只出了三隻小宮 然後升到奴兵 然後你這邊要投資200木頭 出BK 然後投車或是奴靠 整個成本已經超過了三隻奴兵的升級 跟單位的價值 而且你只要先蓋BK的話 TC就會晚蓋 TC晚蓋 這個資源 就會差蠻多的 看有沒有 那這邊 打魯皮圖 就可以先蓋一下TC了 但是這邊 海戰稍微有守住喔 這邊都殘血了 沒有先來修 但是這邊要轉角錯過了 哇 這個前面也沒有漁船喔 這邊出去也不會看到任何一艘漁船 漁船都在後面喔 但他這邊的弓兵跟刺頭 應該是有看到喔 漁港都在後面 所以應該會直接先繞過去 沒錯先繞到後面 前面這邊是不用看的 但是 現在是家裡漁船被燒光光了 哎呀沒有空 直接五少漁船擺給 喔 結果孟加拉這邊選的是出大象喔 那孟加拉大象蠻特別的喔 他的相夫喔 有這個抗招想能力喔 那再點一下他的這個派的科技喔 這叫派嗎 應該叫派吧 派科技的話 可以增加這個相夫的攻速喔 所以他是 攻速最快的大象文明 除此之外喔 他還有一個能力 大象能力是這個 等我一下 我們先來講這邊 好那這邊居然登陸喔 我剛剛想說奇怪 為什麼這裡有黃黃的東西 哇 結果這邊還抓到這個蓋TC的位置喔 這個PC看起來也是沒救了 哇這個登陸BK打得還不錯喔 會不會取消呢 其實一滴 哇 沒取消 哇 直接擺給 哇 直接賺一個TC 哇 這邊 卡套怎麼輸 拿路皮圖直接賺爛了 那孟加拉可能有點劣勢喔 現在孟加拉被 壓在地上打的感覺 TC 還被直接投掉一個 很慘很慘 真的是慘 好 那這個四季要掉了 那這個大象也在裡面到處跑來跑去 出一隻長頂地獎 稍微防守一下 稍微防守一下 剛剛也有一隻相符禁牢看起來也是被戳掉的樣子 好 那這邊點下救贖思想 救贖思想點下之後 這邊 孟加拉 的僧侶喔 就可以招搶建築物跟工程器了 好那這邊 招搶工程器 只能後退 看來要被硬招掉了 直接硬投 欸 沒投到 看來要被兜走 完蛋 招走的話 勢必要有一台投車被換掉 但是聰明會先死 靠 這裡唯一的聰明直接被投掉 哇 直接換掉一台 哇 這個投車 萬解啊 招一台投車 然後解掉一隻聰明跟一台投車 總共是解掉兩台投車 這個救贖思想點的實力太對了 好那這邊 魚船也燒差不多了 兩艘魚船也是燒光光 那這邊可以救一下 看前面的魚船也在出了 那這邊把魚缸解掉之後 達魯皮股並沒有補下更多魚場 那想要慢慢的把這個海戰給打回來 所以孟加拉 生女開始在出了 孟加拉出生女有點麻煩 那在這個版本的孟加拉 是那個有基本的遠防跟近防三點 那對於抗這個弓箭來說 效果還不錯 因為有防禦的生女 真的是蠻不錯的 尤其是對這個 長槍兵跟戰馬 這個抵抗能力效果非常好 好 那孟加拉的大象 剛剛講到一半 他的大象 對抗這個長槍兵的傷害 會減25%的一個傷害 好這邊直接回頭 雜象沒雜到 可惜 孟加拉的大象我覺得算是蠻重合的 就是 雖然沒有一個能力特別圖書 但是蠻全面的 可以直接硬頂長槍兵 然後又抗招響能力 然後攻速又快 所以總體來說 孟加拉的大象是不弱的 好 這邊有要繼續出頭車嗎 有 生女看要不要找個機會 繼續裡面偷偷招響這個電話塔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比賽 是這個孟加拉的 用大量的生女 然後直接走進去 然後去招呼亮王塔 下來的村民去揍這個生女 也只有1滴血而已 然後旁邊的生女還在旁邊補血 超狠的 因為村民的攻擊只有3而已 那他孟加拉本身是有雙防3滴 所以 唉唷這個會滴掉 唉唷滴掉 OK 不然要送200木頭給對手 所以這個 村民打這個生女只有1滴 這個畫面也非常好笑 好 那看起來兩邊都瞄著繼續進攻了 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頭車怎麼打 這個頭車看起來是很難打到東西 你看這頭車一過來就會被這個城堡給弄掉 好那這邊 攻擊過來直接運射 還射不死 這個就是雙防3的生女喔 真的肯硬喔 但是一直是還是會射死 OK 那這邊鐵掉了 頭車跟生女 那個海戰的部分很重要 海戰沒有打回來的話 他對達歐皮圖很差喔 達歐皮圖的漁場優勢就打不回來了 好那這邊繼續運 這邊直接補城堡 直接要打登陸戰了吧 哇 那達歐皮圖這個城堡架子連場 直接射掉了一個馬就 還打掉了一個抽刀院 那這邊要出些這個邊界兵喔 來硬解這個PK喔 但達歐皮圖還沒上到地龍時代 如果達歐皮圖上到地龍時代的話 可以考慮出這個龍場 去想辦法反敗一下海戰的一個逆勢 好那這邊登陸戰看起來慢慢成型了 攻兵路線嗎 達歐皮圖走攻兵路線 好看可以 還是要打相公 哇真打相公 那達歐皮圖打相公的話也不錯 因為達歐皮圖相公攻速很快 孟加的相公的話 這樣沒有什麼特別的 頂多就是這個大象喔 不太怕這個 戰馬 跟這個長槍殿的傷害 又有25%的一個抵抗效果 好那這邊直接硬吃 好那這邊直接硬吃 相公慢慢出 那其實達歐皮圖喔 對於打孟加大象的話 出這個戰馬就很夠了 而且達歐皮圖的戰馬 還有這個25%的攻速加成 好實質上要來直接用這個 戰馬硬打也不是太大問題 但是城堡這樣瀑布推進的過來 那海戰慢慢的把這個海權奪了回來 好相公的數量越來越多 LP圖也點下三級色跟彈道穴 看來還要出這個戰馬了嗎 欸 戰馬的戰馬了 戰馬打大象也是蠻好手 但是這個大象有這個減傷效果 而且後面有生理在補血 所以可能也不太好打 防禦可能還是要補一下 這個戰馬會防禦力 好那這邊火戰船直接燒生理 順利往後拉之後可以直接回頭招響喔 好回頭招響 招響招響 直接開招 應該可以招到一艘 因為那個船會挽回 兩艘可以嗎 可以 哇這邊很賺 招到兩艘船 那正面的話 相公直接往前拉 欸不行喔 看到大量戰馬 直接回頭 這邊的話 就要趕快用城堡拖死掉 但是攻城戰相已經來了 攻城戰相直接硬頂 城堡 但是這邊 欸 這個火戰船直接擺給 我們說到 但是戰馬防守的力很好 戳掉兩隻相公 哇 連達魯拼圖的自己的兵劍兵回頭 突然被戰馬直接 集火 打倒 這邊 這邊 跟空直接去 巨頭扁 但是後面有城堡在射 空被空直接吃到 箭矢上還很痛 好這邊想用戰馬 去卡那個攻城戰相的路徑喔 避免自己的巨頭 被攻城戰相頂個一下子倒 被搞地了 所以這很危險 哇 這個細節都有做到欸 好 那打魯拼圖 這邊是要選這個重型火戰船 雖然不是出這個樓船有點意外 有點蠻想看這個樓船 好 那孟加拉轉出了三級伐木之炮 還有點這個造船員 那造船員的話 可以大幅減少這個造船成本 那如果真的要專注打海戰的話 這個能力是相當好 好 孟加拉相公一直倒地 雖然有這個減免傷害效果 但是數量一度起來 還是蠻難擋的 很痛 好 兩邊的城堡都倒了 但是巨頭的數量來說 達魯拼圖有點優勢 而且現在達魯拼圖這個版本 是有火炮的 會不會轉一些火炮呢 欸 我已經打了不好意思 好奇怪 怎麼會在打這個巨頭 我以為是這個戰寶在打 原來這裡有一隻火炮 OK 好火炮開始硬拆 但是這邊有這個大象 欸大象也倒了 哎呀這個大象不堪一擊 沒有是那個防禦力還不夠的 喔 能打掉一台嗎 沒辦法 謝謝謝謝 好但是城堡 後面還是有在繼續蓋這個馬舊 看起來趕快會去升這個 孟加拉的一個 輕騎兵會比較好 好像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啊 但是大象又走太慢了 看起來這個陣型呢 出頭車的話 又會被火炮解 欸出什麼都很難解 想實在 想實在 如果是我是孟加拉的話 我可能會棄手 這塊區域喔 可能我比較菜喔 我覺得 這個地方可能是打不太下來的 我也想要棄手 直接轉打卡 好趕快先把中間站下來 比較好 好那下面的海戰開打 兩邊都是重型火戰船 但是孟加拉這邊有造船運的優勢喔 造船成本很低喔 可以爆出大量的船 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好那打魯P2 其實也是有造船運科技的 但是 哪時候點擊就是問題啦 這邊造船運科技喔 是蠻貴的 是需要一千肉跟三百黃金的 基本上跟地龍時代 沒這麼兩樣 比地龍時代平五百斤而已 好 這邊級兵過來硬搓 趕快搓掉 喔唷快可以頂到 那級兵 搓戰項的效果很好 哇你看 這邊現在不管出什麼 對方都很好解啊 這邊最好是 表演打陸地比較好 不然投資太多了 欸 好那打魯P2也點一下造船運科技 開始要來全新打海戰了嗎 喔 那我們萬眾祖母的樓船登場了 樓船登場的話 是無頭有機會 逆轉海戰戰局呢 好孟加拉確實放棄了陸地了 陸地放棄之後 趕快轉上 中間這個島嶼的一個 控制拳 控制拳奪下之後 中間這個大量礦區 就會變成 孟加拉這邊的一個優勢了 那我們壓力就回到了DWP2上了 雖然DWP2貌似看起來 把這塊黃金搶回來了 但卻是丟失了中間大片的礦區了 那這邊孟加拉轉海戰的一個 Amino轉得非常好 這個時間點一轉喔 確實DWP2是免法的 因為DWP2在陸地出太多單位了 喔 海戰刺激會輸一些喔 是很正常的 好 那這邊航海基數點下喔 那順便補充一下 航海基數的科技喔 航海基數的話 可以使這個船艦的防禦力增加 那 第二個能力是這個船 可以增加船艦速度增加15 所以就是 你直接硬點的話 可以增加那個跑速跟勇法 算我還是不錯的 好 火炮可能趕快跑 火炮會被硬點掉 哇靠 欸 兩個被硬點 好 那這邊火炮被硬點掉了 一開始後 用火炮稍微反擊一下 但這個 船艦一直吃到這個城堡傷害很痛 哇 那城堡 一直打的傷害是很高的 但DWP2這裡 是沒有點這個火箭科技 不過等一下火箭的話 這個城堡打船艦傷害會更高 好 但是下面大量的螺船已經登場了 這個傷害很像這個 回擊大戰船的一個傷害 快點要直接齊八箭矢傷害 但是其實效果好像沒有很好 而且火戰船 打這個螺船效果太痛了吧 因為螺船 本身是遠防高 這個重型火戰船 它是直接噴滴滴的 它不算遠防高 其實也沒什麼 太大的影響 哇 好痛好痛 而且螺船還有缺點 就是移動速度慢 所以如果孟大這邊 轉出一些自爆船來說 也是會很傷 好 但是大陸地盧剛剛把自己的陸地盧慢慢搶回來 那這邊螺船的速度越來越多 速度越多的話 就很好集火掉這個重型火戰船 那現在還要再更多一點 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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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船優質要更大一點 好 來看一下這邊的海戰 這邊螺船直接繼續集火 後面爐炮戰船過來支援 這邊再補下一個城堡 加強中間的島嶼的防守 螺船有點解解敗的感覺 但是可以利用這個窄口 然後讓大量窄口 讓大量的船優卡在這個位置的話 就可以稍微反擊了 欸 當然是 弄掉了 這邊再補下一個城堡 到底靠近這個地方的話 就有可能被這個城堡射到 欸 這邊是怎樣 爆破船炸個一波 哇 不錯 全部炸到半血 這邊重型爆破船 哇 我剛剛以為這是貿易張船 這個外觀還蠻像的 重型爆破船的外觀出來很不一樣 好的 爆破船突然炸一下 哇 又炸了一個殘血的 這個爆破船的效果不錯 但是要小心城堡跟龍炮戰船 在場外這個樓船的 船艦裡會比較好 要找出爆船的效果跟龍炮 看中間這個位置 欸 住了這邊巨頭 直接登陸要硬拆了吧 哇靠 太狠了吧 但是這邊其實只要出 一兩台火炮 就可以輕鬆解掉這個巨頭 看打老皮圖 這邊的資源也快要耗盡了 黃金樹其實蠻緊繃的 雖然木頭真的蠻多的 甚至一架提斯也被騷擾到了 有點困擾 像孟加拉如果要登陸的話 也沒有什麼差距問題 OK 火炮是不是出了 這裡還有火炮 火炮直接開拆巨頭 會一次刀兩台嗎 哇靠 真的一次刀兩台 一次刀兩台很傷 但是樓船室還在撐 抬到32台了 但是這個城堡 還是要想辦法去解決掉 不然這個樓船室有點難登陸 到這個中間的島嶼的位置 再砸一下 最後一發 能及時上船嗎 沒辦法 上船之前就被火炮打掉了 但是孟加拉鎖這塊已經鎖得非常棒了 那這邊的話 孟加拉只要近代 達魯皮圖這邊沒有黃金 基本上就可以GG了 目前我覺得達魯皮圖最有希望打法處出火炮戰場 然後慢慢去點城堡吧 把城堡跟武炮戰場慢慢點掉 怎麼過去有機會點 欸欸欸有在出了 怎麼可能有在出 怎麼會有機會喔 當然不完全說有機會阿 因為中間這塊區有被扛 被 被插兩個寶 那個要打回來真是屬實有點困難 而且黃金樹的話 到了最後的血喔 孟加拉一定會比對手還要多 然後這塊黃金還沒有守下來 沒有守下來就算了 還被人家登陸 阿完了 好孟加拉這邊直接出劍友 哇 孟加拉劍友有想法欸 目前孟加拉劍友也是可以打 但是劍友有點小小缺陷喔 這是他的裝甲沒有最滿 所以其實我不太喜歡孟加拉打劍友這件事 因為他那個石刀劍傷還是很痛 血量會痛很快 好那來看看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 戰區戰劍 雖然很多 但是上方陸地被登陸了 唉呀 越來越多的船船被打掉 那這個城堡努力修 戰術火炮戰術數量有四台 其實還蠻多的 現在就是要能力守住這個地方 欸這個是要打登陸的戰的意思嗎 但是非常多的劍友已經開拆了 哇你太狠了吧 出劍友就算了 還挖人家黃金 這個不講武德阿 上面偷襲登陸成功 下面樓船還在硬守 實在是有點難守住 火炮戰船一直在硬解 火炮戰船數量還是蠻多的 27色 但是陸地上慢慢的被這個劍友 給入侵進來了 怎麼辦怎麼辦 好這邊處理人工程戰項 非常多村民直接過來硬拆 拆掉 哇這個火炮戰船拆太久了吧 還是沒拆掉 那這邊夢叫他Jordan 故意這邊挖大量的石頭 這邊中間黃金先不挖 用大量的村民去換時間 然後再利用這個拖時間的方式 在家裡出一堆劍友直接砍進來 哇這麼多村民直接被砍到騎士一下 怎麼辦 哇其實這邊村民被塗了很多隻勒 樓船要直接硬上嗎 哇樓船直接吃到這個箭矢傷害很痛 雖然自己血量很多 但箭矢傷害還是蠻高的 好來我地圖看起來有點困難了 蛤樓船集火效果還是不錯的 哇那個傷害其實還是蠻 蠻昧的 現在這個地方 真的是打太久了啦 這個城堡修很久欸 沒有考慮去偷點村民嗎 啊是我後來就會想要拿這個火炮彈筒去點村民 還敢給我修啊 這種感覺 看起來是要被硬修回來的 應該是沒救了 那個石頭越拉越少 然後家裡這邊也慢慢的喔 被這個工程戰艦跟這個現有 直接硬拆喔 GC也要一直倒了 那這邊如果木頭區沒辦法挖的話 可能會直接打GG喔 哇靠你是不是怎樣 直接拿戰毛去跟人家換船艦 這個是 這個是青草遇到 那個戰場的反應嗎 拿毛丟人家 那這邊金融直接開卡要要進去了嗎 哇這邊直接把城堡蓋在你的臉上 後面還有火炮戰船來偷 哇太絕望了 龍船一直被卡在這個位置 這個城堡拖了七七四十九天 六艘火炮戰船 還是打不下來 家裡一直被金融入侵 好這邊有幾兵來防守這個工程戰象 那大部分的一個建勇 還是要靠TZ的傷害去印射掉建勇 好這邊已經修 修得起來嗎 有點困難 火炮戰船兩人開 金融過來了 在這邊硬壓城堡 還在這裡 還是沒打出去 城堡還沒掉 好出了更多火炮戰船 看來有機會要點掉了 OK 哇打得快要十五分鐘左右吧 這個城堡 桌面被拆掉了 拆掉城堡之後 打入地圖之前要登入了嗎 欸開始登入 大量戰寶直接過來 打入地圖戰王攻速很快 雖然打聰明效果還是一樣 並有特別的效果 好火炮戰船開始往前 突進要來拆中間的城堡 但這邊直接被包夾 左兩邊都有船艦 而且這邊還有城堡的一個傷害 直接夾擠打入地圖戰船 打入地圖戰船 打入地圖戰船 直接損失了 快要死燒 龍船 龍船需要越來越少 龍伴 好這邊有火炮戰船在後面輸出 可以收掉主艘戰船 但是這個準度 弱馬 喔 還可以 但是沒有收掉 已經可惜 那龍船的防禦真的蠻高的 這邊防禦蠻多傷害的 這邊讓我直接放了問題喔 哇 這邊臭命直接用拳頭去拆人家TC 自己帶你 好 但是上面這邊大量的一個龍船 還在抗那個戰線 剩下20艘船但希望越來越少了 但是家裡的島上 已經TC全部掉了 兩艘火炮戰船直接打掉TC 那這邊看起來也很難守住了 更多戰船在左邊拒絕了起來 這個城堡打不下來的話 龍伴圖可能會喊GG喔 村民還在扁TC 但TCB就要被蓋了起來 龍伴圖 戰盲沒有守住 下面的TC還是被蓋了起來 龍伴圖在後面再補了一些 但是能打得下來嗎 這個城堡 可以 大 YES 哇 終於打掉了 好 打兩龍伴圖 本來有37艘 現在剩15艘而已 人工間的一個船艦數量已經 不太行了 船艦太爪的話 這邊要把他守護住這些 火炮戰船 這邊這邊村民 快點 這個畫面有點奇怪 好 那逃到這邊受不了 直接打錯了GG 原家裡傷命了 這塊金礦魚挖不了 自己缺金缺到一個木席 挖最後的木蓄也不能挖了 木頭沒了 黃金也沒了 那也只能打出GG了 那樓船的船艦也深一點點 但很努力喔 把對方的城堡拔掉兩座 但最後還是沒辦法 這個沒有木喔 就是宣告死刑了 也沒有黃金喔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好了 經濟來說應該不會太慘 WP圖應該是全輸喔 對應該是全輸 因為後面這邊經濟被控太久了 但是以前期來說 這段時間點 應該是兩邊經濟系應該是差不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 再往前一點 好 對 這一段時期喔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你看 只差個一兩百 有些差到五百 之類的 就不會差太多 但到這個三級伐木之後 還有這個彩石技術之後 這個就有點被拉開滿明顯的 好 經濟開始全面拉開 這個有可能是因為 這個孟加拉人喔 有這個精冠能力喔 這個大乘佛教 可以讓這個村民 招人口減少10%喔 可以讓他出更多的村民喔 去 carb掉這些經濟喔 然後讓他可以出更多軍事單位 所以這個算是孟加拉人的 蠻大的優勢我覺得 那目前軍事科技兩邊該點都有點喔 那最大的原因喔 應該是 孟加拉這邊登陸戰打得很好 而且選擇拼你的這個裝甲步兵喔 應該算劍勇 這個劍勇喔 直接上去硬砍喔 黃金 雖然 還是會消耗掉一點 但是大部分消耗肉 那劍勇的話 也比較只怕這個弓箭單位喔 那打擾P圖這邊是沒有直接出這個 攻兵系的喔 像什麼相公之類的 有點可惜 如果出一點相公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喔 但是相公的話 遇到這個戰勁還是有點難打 所以目前看起來 WP2這邊戰術來說 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問題是這個Timing點喔 是孟加拉打得比較好 這個登島時機打得非常完美 還有這個轉傳艦時間喔 也是比這個WP2好上一點喔 算是有點些微的差距才輸掉這場比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超 下次再見囉 掰掰